好的在这个视频里面我给各位演示一下 昨天我是怎么样把2000美金汇到了IBKR的账户上 首先就是结社会的问题 比如说我当时赎回了3万块钱的一个理财产品 然后同时就够汇够美金 我大概买了3万块钱 其中就是所谓4000美金 4000美金的话我转了一半 转了一半 其实初始这个东西主要是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费率问题 比如说我是通过跨境转账的方式 它的费率其实挺低的只有40 不过好像一会儿要打破一下说法 好像也没有那么低 这个地方40 好 在这之前的话 我用中国银行的转账 它是2.5% 当时是转了1000 也就是有25美金 你乘一个7来试试 从这角度上来说这个要便宜很多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网站 网站的话点这个地方 也就是基本上你的第一个选项 存入 点击之后 仍然填第一个 点第一个 那这时候我就有两个办法了 是吧 之前的中国银行的这回的工商银行的 我点工商银行这个 那这个主要是一个相当于提醒或者是一个存根 就是你告诉IPK 我有一笔2000块钱的过来 你可以在这里方写上2000 写上2000 那么一旦提交 这里一旦提交的话 就相当于告知它 其实这方面又说明 就告诉它你有一个东西过来 那么他们理论上来说 就会有一套完整的流程来跟踪这些东西 以免出现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懂得都懂得麻烦 是吧 好 这地方因为我一旦点这个地方 那就又会产生一条信息提交给他 我真的不提交了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的一个历史流程 或者说交易的一个流水 好 这是在这之前 我曾经尝试过的事 就是我尝试过提交了一个1000的 提交过一个1000的 然后又提交过一个2000的 但是2000的好像到他这边倒账 只倒账了一个1982 也就是说有18美金的一个 我猜的话可能是一个手续费 所以如果你把这18美金的手续费也算上的话 其实也跟那边转过来差不多了 跟那边转过来差不多了 你上次我转过的话 这真的是1000就是1000 没有在什么18美金之类的事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算上去 倒还是差不多的那个费用 所以也许还有需要调整和改进的一些空间 好的 以上就是整个这个的操作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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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